日本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啊 2020年的时候赚了4.9万亿日元 刷新了该国上市公司的最高盈利记录 然而2021年该公司却亏损了3.34万亿日元 刷新了全球风投史上的最大亏损记录 一年时间刷新了两次记录 正属第一和倒数第一全是他拿了 而这家公司的老板呢 在全球风投界赤炸江湖多年名号响当当 他被称为全球科技公司最有钱的金主爸爸 而随着投资的巨亏 他也由曾经的拼命三郎变为现在的国脚三娘 那他是谁呢 他的公司又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呢 大家好我是老乔 欢迎收看老乔德巴德 这两年对于孙正义来讲就跟坐锅山车似的 眼瞅着昨天还是第一 今天就沦为了倒数第一 在这样巨大落差感的面前啊 即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 那小心脏也多少有点扛不住啊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他这两年的经历 那就是刺激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 2019年的时候啊 整个软银集团亏损7000亿日元 创下了该公司上市15年以来的最大亏损 面对如此成绩孙正义慌了吗 没有 这个曾经自诩为孙武后人的孙总 选择继续缩哈对赌人生 2020年软银集团强势反弹 实现净利润4.9万亿日元 创下了日企上市公司最高的盈利记录 面对这样的成绩 鲜花掌声立马簇拥而至 各种赞美之词分之踏来 赞美之多词汇量之大 都超出了新华字典的收入范围啊 对于这些赞美之声啊 老乔概括一下就四个字 孙总牛逼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啊 打脸的事情便来了 2021年 软银集团净亏损3.34万亿日元 这一纪录刷新了全球风投史上的最大亏损 一年时间从正数第一干到倒数第一 孙总确实牛逼 这样的大起大落比坐过山车都刺激 那是什么原因 让他能拥有如此刺激的大起大落呢 老乔分析啊有两点原因 第一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 第二篮子掉了 蛋碎了一地 首先来看第一个原因 肥宅快乐水的大股东之一 巴菲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经典名言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事实上他也是一直这么玩的 你说他古板吧 他把一部分的鸡蛋放在了苹果的篮子里 你说他时髦吧 他又把一部分的鸡蛋放在了可口可乐和西方石油的篮子里 而孙正义呢 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所有的鸡蛋啊 全部放在了科技股的篮子里 放眼全球能排得上号的科技公司都有孙正义的鸡蛋 据了解 软银集团旗下的院井基金 前前后后一共投资了全球450家科技公司 这里面最让他得意的就是投资了中国的阿里巴巴 也正因如此 院井基金对中国投资比例占到了他整个投资版图的23% 他这样的投资策略啊 不是没有好处 事实上随着这些年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 软银集团挣钱挣到腿发染 数钱数到手抽筋啊 可这样做他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一旦篮子掉在地上 蛋就会碎一地 而孙正义现在的遭遇 就是因为篮子掉在了地上 所以蛋才碎了一地 根据其公司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 软银集团的亏损啊 主要来自于他投资的那些科技公司 据了解 从去年开始 那些个科技公司的股价就跟吃了蟹药似的 一泻千里 滴滴出行的股价跌幅超过80% WeWork的股价激进腰斩 东南亚出行巨头Corp的股价也下跌了80% 京东物流的股价下跌70% 丁东买菜的股价跌幅达到了90%之多 另外啊 美国食品配送公司Doordash的股价也下跌了80% 印度支付集团Pay Team的股价下跌超过70% 软银不少参股的公司股价都已经跌出了响 很多公司的股价都已经低于发行价了 这就让软银集团损失惨重啊 那为啥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都会持续下跌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美联储开启了加息潮 众所周知啊 2020年疫情来袭啊 美国开启了印钞放水模式 大水漫灌让美国的股市爽翻了天 大庄家孙正义也因此狠狠地赚了一波 老乔在前面讲到了 2020年软银集团净利润达到了4.9万亿日元 创下了日企上市公司的最高盈利记录 然而从今年开始呢 美联储宣布启动加息潮 美国的股市一夜崩塌 大量资本纷纷出逃 据纽约时报发布的消息显示 1月份美国股市跌到谷底 纳斯达克遭到了3万亿美元的抛售 而2月份和3月份也分别出现了1.7万亿美元和1.5万亿美元的抛售 美国的科技股也遭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的抛售潮 在此背景之下 当年躺着赚钱的孙正义如今却哭着把这些钱又吐了回去 由于吐的太多 胆汁可能吐出来一部分 所以孙正义从今年开始胆子也变小了 要知道的是 在此之前他可是被称为投资界的拼命三郎啊 然而现如今的局势却是拼命三郎变为了国脚三娘 为啥这么说呢 据了解啊 在今年的5月12号软银集团的业绩发布会上 孙正义宣布改变未来的投资方针 由原来的进攻型投资变为防御型投资 为了能应对集团资金链紧张 现金流缩水的问题 孙正义也开启了卖卖卖的模式 今年3月9号软银集团啊宣布出售韩国巨头 coupon的股票套现10个亿 3月19号软银集团又紧锣密鼓的出售自动驾驶的明星项目 cruise的全部持股套现9个亿 平凡的套现动作让大家为软银集团的现金流也捏了一把汗 曾经那个全球科技公司最有钱的金主爸爸 看来啊也在为缺钱而发愁了 而从现如今的局势来看 或许这还只是个开始 最后啊老乔谈两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资本市场向来就是水中花进中月 有钱的时候繁花似锦 没钱的时候一地鸡毛 有钱的时候灯红酒绿夜夜升歌 没钱的时候吃康宴在艰苦度日 或许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调性 而这样的调性适合谁去玩呢 适合有钱人去玩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啊 白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树 不要羡慕那些虚无的东西 繁华的背后不过就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而已 第二潮水退去能在沙滩上裸涌的都算是幸运的 你要知道的是 有多少是随着退去的潮水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个潮水退去被人看了光定的 大不了就是丢了面子 潮水来时照样是一条好汉 可是那些个随着潮水退去一去不复返的人呢 连给别人看光定的机会啊 都没有了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用的话 记得帮老乔点赞 然后转发出去 感谢大家了哈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